来来来 打电话 而且每个人不弄 今天在台东六路 河星路这边 然后找了一个小吃街 今天要文哥带你们去看一下有什么好吃 人家这个一小钱美食街 其实它就是装修风格临摹的那种 湖南长沙现在非常火的 那个叫文和油的那个 超级文和油那个饭碗 但它这个店是咱们青岛的第一家 走这种装修风格路线的这么一个店 我觉得更好吃 人这个店比较有名气的是什么 这个重庆的地道的干拌冒菜 干拌冒菜 你没听说 以前吃过那些冒菜都是用碗装的 里面有汤然后在里面喝了喝了 但是人这个冒菜特别跟我说明了 是干拌冒菜 然后点了这么一大份 装在这么一个很复古的大扎盘子里面 这一份30块钱 而且这个拌冒菜这个师傅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经验的 人也会拌 肯定也有个配方 它是那种香辣 特别特别香 我是一个不能吃辣的人 那你知道吧 兰州的牛奶鸡蛋牢骚 还上过舌尖上的中国 青岛没有这个东西 是在咱青岛地区唯一的这么一家 卖这个东西的 是给你现做 牛奶里面再给你热鸡蛋 鸡蛋完了以后再给你加上牢骚 这东西好喝 12块钱 甜甜的 有那种酒的那种香气 但里面又没有酒精 没有酒精 这东西是个热东西 上面飘的狗鳍黑枝吗 是个有油然的东西 估计女士喝了能养颜吧 酸辣粉 辣酸 它这个厚 它这个厚 我以前只知道咱们中国北方地区 到了过年的时候 卤制点什么肉 用个什么卤料老汤 咱们不知道它这个酸辣粉 还有这个老汤调制 也是从这边带来的 它这个吧 有一种梅干菜的味道 它这个粉用挺好 它里面这个粉挺好 很弹牙 就这一个酸辣粉 我觉得能就撒火热 再冷的天 待上一会儿 打鼻胸也下来了 喜欢吃重口味的女孩 它这个酸辣粉 我是不错的想法 你带辣 一口三米汤也解决问题 老北京三米汤给重庆的干拌茂菜 相得益彰 最重点的是什么 这个酸米汤人是现场熬制的 现场熬制的 保质期很短 保质期短嘛 有个什么好事呢 肯定没放什么防腐剂 天然剂之类的 是吧 很酸啊 挺酸的 口感厚重 这个三米汤的味道吧 跟其他你前面吃过那 就是喝过那种 调制的三米汤的话 是截然不同的 这是文哥说实话 今天有点惨愧 以前吧 可能喝的都是调制的 就是方向都是向左的 这个三米汤的味道是向右的 这个小吃鞋厉害啊 还有好几十种小吃 还有什么扫子面 烤宽粉卷 炸土豆 好吃的小吃不少 就他这个装修风格 文哥要给他打一百分 文哥的满分是五分 你知道吧 坐在这个地方 无论你吃什么东西 其实说实话也用不重要 但是吧 真是觉得自己吧 不知不觉 尤其像七八九十年代的人 坐到这个地方 吃点东西的话吧 你就能感觉到那种 发自内心的时候 那种那句话怎么说 归来时候 你还是一个少年 就是那种热泪涌亢的那种感觉 真是真是 好 对 感谢观看